请你这句话,你可以回去了。 鬼魔已经离开了你的女儿。 不如回到家,他现在还坐在床上,鬼魔已经离去了。 耶稣离开皮亚地区经过西洞,从德塔布里斯境内又来到加利利湖边。 有人把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面前,恳求耶稣按手带他伸出。 耶稣把他从人群中单独带到一边去,用指头伸进他的耳中,促促地摆摆摆摆他的舌头。 然后,往前取了一种信息。 对他说,伊法达,这意思是开了吧。 他的耳朵立刻开了,舌洁也紧了。说话也清楚。 耶稣恢复他的义上靠不任何人。 但是他越是空布,越是大大团扬。 根基基金量,说了他所做的一切都好。 他甚至是隆起天见 吃养一熟化 第五战 在那些日子里 又一次有一大群人 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吃 也说照来人徒们对他们吃 我怜悯这群人 因为他们与我在一起已经翻天了 也没有什么东西吃 如果我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家 他们会在路上冤枉 应该是有些人从远处的 他的门头能回答 这些旷野从哪里能得食物 让这些人吃饿 耶稣问他 你们有多少病论 他们回答说 是 耶稣就吩咐这么忍住在地上 于是拿起这些个病 照线以后 掰开 不断地给他的母族 让他们吞花 门头就翻给众人 他们还有很长小鱼 母族祝福了 就尊负 把他们也分给众人 他们吃了 并且吃饱了 然后 他们把剩下的最块收拾起来 装满了七个框